娃娃脸的她就这么抗老吗?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谭松韵的颜值吧 说说为什么30岁的谭松韵如此耐老 是和她的面部骨骼有关系 还是说和她本身就拥有的娃娃脸有关系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谭松韵的面部轮廓 面部轮廓清晰流畅 头骨是非常标准的圆头骨 整个头型和面部轮廓都非常的标准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标准的圆额淡脸 面部中下平均等 短圆脸 而且颧骨低 没有明显的全宫外扩的情况 面部整体来说非常的平缓 但是又不失饱满度 下巴有些平 降低锐感 有轻微顿感 人中又短又深 整个面部的骨骼偏圆润 鼻头偏肉感 翘鼻 眼裂长且宽 眼睛大而圆 内眼角向下又有内肢坠皮 增加了无辜感 嘴巴小巧 唇峰低 且嘴巴不是特别饱满 偏薄唇 那么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韩松韵整体的面部条件是偏右太感的 不论是鹅蛋脸型还是面部的婴儿肥 以及他的苹果肌 脸型也是短圆 饱满的面部以及偏顿的五官 特别是眼睛 加分点 让他看起来没有攻击力 那么韩松韵其实是没有大家所说的抗老脸的特点的 平犬骨并不挂肉 骨相也没有那么完美 他抗老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本身的面部条件 30岁还不算是年纪特别大 做好抗老项目以及保养 保持这样的状态并不难 只有年纪慢慢特别大了 以后显老的状态才会慢慢显出 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